台湾今年各行業的運勢如何 負主佩蓮宮亞洲管理 在春節期間 挑出20未來運勢的數據簽 其中農業是抽到下簽 表示新年一年負主可能會比較多 會影響到農業修行 另外在四天上方面 是都抽到不錯的簽 你看一二年各行業運勢如何 依照翁磊 負主佩蓮宮在新春期間 都會抽出代表屬農工商運勢的數據簽 其中代表農業的夏季簽是抽到下簽 或許是加上WTO這幾年來的應用 我們農簽 今年所抽到的簽罐是比較壞 所以希望農民朋友 今年有可能比較高貨水 農作部比較吸收 所以說我們要再注意天氣 幾個變法來做我們播種的實機 在代表屬的春簽 也抽到中下簽 並方表示 在公民之後的政治人物 要注意社會的處理 如果沒有影響到未來的發展 這就千萬歡迎最近中央人數的變動 替菜 先看之後的政治官員 要進行努力來為民服務 這個公民在處理是無問題 但是在這個要處理的當中 還是你已經有這個公民之後 你要注意一些小小節 你凡事都要小心 你這個公民你才能夠處理 很安穩 另外代表工商業的秋簽和冬簽 都得到最簽 廟宏記書 工商業在今年發展都不錯 你每年各大廟宇 在新春期間都抽出國運簽 但當天的運勢和議書都不一樣 結果如何就由太觀察 這期節目單開話 摳條洪破竹齊 蔡宏不得